中央电视台 我们来到了裁判教练 裁判组 他们也是针对场上裁判执法 也是不断地研究 不断地大家交流意见 因为举重的裁判 场上主要是看运人 在市井过程当中 这个肘的趋身 所以大家在不断地同意意见 这样使裁判更加准确 把握这个判罚的尺度 好我们来看一下 停止于第一个出场的 这是四川选手赫林 180公斤的开板 那个平局 大家的开板重量差别 并不是太大 最低的180 最高的201 看今天这个比赛成绩啊 我想今天 夺冠的选手的成绩 也就是380到385之间了 380很难打到 我目的380 因为今天黄中呢 抓局成绩173 蒋海荣是172 这两位选手呢 停举的开板都是200公斤 对 我想对这两位选手 这起来得就是372 373 要打到207公斤 这个停举才只有380 对 从目前的抓局来看呢 应该是争夺金牌 主要是在蒋海荣和黄宗之间产生 对 如果他们的停举正常发挥的话 而现在对争夺同牌的选手 应该是很难讲了 不好说 对 因为水平比较接近 像今天这个停举开板 最低的180 最高的201 只有21公斤的跨度 这是男子比赛当中 到目前为止 跨度最小的一个 对 像前面跨度高的是 只有60公斤的跨度 那么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当时冠军成绩才只有380 对 获得第三名的成绩呢 也只有38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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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抓去173公斤 这个成绩呢 也是排到第三名 前面胜起来 有的 下完 别着急 一会儿 天啊 嗯 合林的抓举是150公斤 这样的话 这一把起来之后 合林现在的总成绩是330公斤 应该说 今天在抓举的比赛当中呢 四川选手黄宗 和广东选手蒋海荣 都是举起了近几年来 个人的最好成绩 没错 刚才与裁判交流过程当中啊 他们也很慎重 特别是争得激烈的时候啊 他们的场上的职财呢 应该说要求的更高 我们的竞技体育呢 要求是三公的原则公平公开公正 那么 要想打到这三公的原则 首先要在场上的职财呢 要做到准确 另外呢 判罚的尺度 追求一致 目前的男子85公斤级的全国纪录 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都是218公斤 是由四川选手张勇在1998年的世界大学生 其中比赛上创造的 应该说这个 刚有这218公斤 这个停举 世界纪录是目前在男子的八个级别当中 保持时间最长的一个纪录 这个218这个纪录啊 我感觉十年之内依然还很难有人能看 这个纪录呢 只有在2011年的世界纪录紧录赛上 伊朗选手罗斯塔米 冲击了一次 冲击了一下 对 当时加到219 但是就去年的奥运会上 看罗斯塔米的这个状态的话 我估计他三五年之内也很难 当然罗斯塔米确实是这个级别当中一个天才 成长的速度非常快 我也很期待着在今年的这个世纪赛上 看一看罗斯塔米会表现出于什么样的成绩 是 台湾选手陈志强现在要连续试举 今天啊 从刚才何林顿那一把 包括刚才台湾选手陈志强这一把 我感觉这些选手还是都是把这开把定的比较高的 对 你看这个第一把这么艰难的感觉 实际呢 有一点感觉是三把拼一把的这样一个比法 朝鲜运动员的做法 今天呢 解放军选手曹刚预报的开把重呢 也是两百公斤 湖北选手田涛 也是预报的两百公斤开把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广东选手蒋海荣 在后场组的活动 他的目前重量是六十六斤 今天他和蒋海荣的争夺不到最后一刻 很难 角处胜负 那么今天呢可以说蒋海荣在抓举比赛当中呢 已经把输体重这一公斤赢了回来 可是呢黄宗今天的签号在蒋海荣的后面 所以说呢他从整个的战术安排呢 整个加重呢可能更在优势一些 没错 这个我在你后头要的重量确实是 是冰情把手体重这个重量 我已经通过抓举已经赢了回来 好 好来看一下陈日强 第二次试取一百八十二公斤 这个陈日强这个重量举起来以后 当然还有第三把 可能加重的幅度也不会太高 所以多是两到三公斤 加到185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 对 这看来这黄勇现在加上了186 那一会儿陈日强至少演力是这个重量 我们看到黄勇的抓举是一百五十五 不过这几名选手啊 也是争夺可能是第八第九这样一个名字 对 争一下名次 从目前来看 今天本场比赛呢 抓举只有一位选手 广西的陆勇 在三次试取一百六十五公斤 没有成绩 还有山东的孙手超 山东的孙手超 应该说是目前来看呢 是失败砸锅的相对比较少的一个级别 当然还有听据的 对 我前面不说过 我本节全会每场至少砸三个 这次比赛砸锅砸得这么狠 确实跟大家这个重量开把开得太高 真是有关系 是这样 这个决定选手啊 黄勇啊 在今天的抓举比赛当中 也是三次试取 三次成功 所以说整个感觉来说呢 比赛还是比较稳健型的 对 那么在今天抓举比赛当中呢 只有解放军 只有他 黄勇是三次试取成功 钢磷重量还是186公斤 云南选手于震江 于震江的这是1991年出生的选手 他的抓举成绩是150亿公斤 是1991年出生的选手 出闻了 他这个发力节奏不太好 正像你讲 也许这个重量对他来说 属于非常高的一个重量 所以你看到这个发力 从翻转到上松中间 这个黏黏乎乎的 是 那么通过前面的比赛来看呢 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 都是抓举的时候表现很好 结果失败在停举 这是非常可惜的 那么男子62公斤级的 福建选手丁建军 抓举147公斤 结果开把停举172公斤 三次没有成功啊 实际上他起来一把呢 就达到了319就可以获得 至少一倍奖牌啊 同牌 因为冠军的成绩才只有321 对 在昨天的男子69公斤级比赛当中呢 往昔选手乔宁波 也是抓举155公斤 在182公斤才把这个重量上 三次失去 对 这个 抓举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在停举上砸锅 这是非常可惜的 对 像去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当时陆勇就是 是 抓举178 平举260 还好 这是他的第三次失举 对 他在第二次失举当中呢 是182公斤成功 他刚才举182的时候 咱俩就说过 最多加到185 结果我一看 解放军的黄军已经要到186了 他这还没有动静了 那你至少肯定是要举186 这个成绩他肯定起不来 深耐杠磷重量加到187 江苏的庄公平 庄公平的抓举160公斤 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对于他自己来讲 抓举160已经是最好成绩了 对于他自己来讲 盖铃一吨的时候 有点偏钱 对 那停举当中如果说 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 玉吨的这个杠磷上速的方向 对 这个控制 有的时候啊 玉吨偏钱了 实际就意识着 你这把是很难成功的 对 而且不光偏钱 他其实这把 高度高度也不够 对 送的高度不够 这样的话又是一个连续试举 对 这是他的教练陈好 这样的话 四川选手和林 也得在这儿再陪着登亮 对 今天在16位选手当中的抓举比赛当中的第一把试举的成功还是比较高的 总共只有四位选手第一把试举没有成功 其他十二位选手呢 第一次试举都获得了成功 对 而今天在停举的比赛当中呢 凡尔之第一次试举的成功率非常偏低 总共五把试举呢 只有两把第一次试举是成功的 三次有三个 第一个重量就没有成功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 说如果连续的两把试举停举 没有成功的话 第三把就非常危险了 对 很难 到现在为止 本届全员会上 男子只有一个 女子只有一个 只有两个人做到的这一点 就是第一把第二把都没起来 第三把成功了 对 这把呢 专公平战时翻载没有问题 在上送的过程当中呢 要全力向上 发力送 注意杠铃的高度和方向 送起来 看来啊 第三把也是难度比较大 很艰难了 吃到立战红灯 还好啊 成功 在举重比赛当中 两战红灯也就要被判为失败了 是 刚才已经介绍在 抓局结束的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看到 这些左臂是有一小趋势 是 这个场上的直裁和仲裁的裁判员呢 都在一起交流整个场上的判罚的尺度 对 如何做到更加公平更加准确 河连 加油 河连 河连 加油 第二把 第三把 所以说呢 因为180公斤第一次失去就没有成功 对 第二把成功了 第三把加了8公斤嘛 这个幅度 明显是偏高 因为本身今天很多选手这个开就开得太高了 对 你加到188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河连以往从来没摸过这个重量 今天场上有三位选手 预报的开把重量是200公斤 他们分别是广东选手蒋海荣 四川选手黄东 以及 警方局选手曹刚 湖北的田涛现在也是爆了200队 也不是200队 这是河连选手张科 第一次失去 他的抓举是165 应该是台队的第三位 好的 190公斤 张科在去年的上半年的全国级标赛上 曾经起来过193 对他来讲呢 因为他的抓举确实表现之仅次于 蒋海荣和黄宗 那么是排在第三位 但是他停举啊 确实有点偏弱 我们刚才介绍了 如果黄宗 蒋海荣正常发挥呢 这两位选手将争夺几乎排 那么其他选手可能也只能去争夺 一枚铜牌 所以这枚铜牌到底花落回家 确实很难讲 虽然张科的抓举 165公斤 但是停举还是偏弱 才值190的开把 我们在看好 福建选手卢长亮 是今年最高的开把重量 是201公斤 警方军选手孙永 190的开把 感谢您的情况 都会让我们停与 203公斤 本就会让我们停与 204公斤 两位阶段 这一位阶段 很短暂的 我们在这一位阶段 已经没有敲击 福建议 这是一个下跟铁间半铁这种 又没有完全下去 又比半铁深 实际呢 它下到那个角度 实际是 很难做到发力 那个叫魔鬼点 应该说这个技术 还是不太合理的 不太合理 它等到重量大的时候 就很难再站起来 这个B段就出来了 对 你蹲到多深 是吧 对 现在是刘存 视距190公斤 他的抓距成绩160公斤 我都没了 那刘存非常的小啊 1995年出生的选手 他那个肩膀挺也看着很别扭 那个腿分得很别扭 就是不是很规范的 对 上挺 你看 你看 举完之后 有点晕 这几种比赛 当时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 发力发狠了之后 瞬间的有一种悬晕 其实主要是在这个 翻战的过程当中 杠铃杆在这个 喉管那压着 对 可能就是这个吸氧量 对 这口气没有倒过来 所以举完之后 瞬间有点发晕 云南的于震江 190公斤 第二把 他的抓距成绩 151公斤 他的第一把 失去186公斤 加了4公斤 对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今天大家都开得很高 能一把这么上4、5公斤 这就算不错的 对 就是预留的空间比较小 对 哎呀 好的 好的 他举第一把 是我就说过 这选手这个发力节奏 总是粘粘的 这个 这可能也是 不是怕怕怕 这种节奏 实际这高度 好像从 这么欠缺了一点点 但是呢 他收腿一下 对 收腿一顶顶过了 哎 哦 刚才刘存 第二次 是安迪失败了 给派威失败了 对 但是我感觉当时 他那个弯曲 他好像是他胳膊 右臂 他右臂应该是有 自然的生理弯曲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把 这把翻得比上一把好 可惜了 没有出 明显他这个欲蹲呢 偏浅 对对对 所以说呢 这个送的高度就不够了 这样的话 想成功啊 也增加了 这又是一个连续试举了 对 因为他试举完了以后呢 场上的重量最低的是 193公斤 下面的几个重量分别是 193 195 当然这个时候 对 双公平要到了192 嗯 这个时候呢 对 湖北选手 刘存来讲 如果场上要有一个 191公斤的选手的话 他完全 他可以下一公斤 让那个先举 对对 自己这边放一下 对 因为他这个重量 是一个开把重量 我想呢 他第一把试举成功 实际 至少还有三公斤的余量 实际这个时候 要多休息一分钟 可能就增加一公斤的 这个成绩 没错 没错 另外关键是 这个吸力感觉他不一样 对 这时候连续试举 对选手无形当中 会让他感觉到紧张 感到大 所以这次呢 刘存 首先要保证翻好 这样节省一定的体能 准备向上送 这个杠组的重量 所以有的时候训练啊 教练要有意的安排 运练的间歇时间 要结合比赛的需求 不能就是 按部就班 休息两分钟 或者一分钟 你要不断地给运练 在比赛当中 如果是出现连续试举 你要增加这种 应对试举的能力 对 首先翻好 好的 向上松起来 好的 冲文 哎呀 真不错 对 这是1995年出生的小将啊 能有这样的一致品质 真的是值得为他喝彩 是 实际他第一次试举呢 因为我们没有太认真地 看他那个屈身动作 实际就 按正常来说 算是成功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 他的右臂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确实有一点身体弯曲 你看最后他也伸不直这个胳膊 嗯 江苏选手 专攻平 第三次试举 重量 哦 又降了一公斤 改到191公斤 即便如此 这一把也上了四公斤呢 对 这也是比较难的 他今天的抓据成绩是160公斤 他起来以后 总成绩达到350亿 可以战列第二位 哎呦 哎呦 始终有点偏钱啊 对他那个从第一把试举啊到最后一把 这个高度我们先不讲 看还是一吨的偏钱 这个时候呢 很难追悔 这是个技术细节 对 像刚才这把即便是高度够了 他也撑不住 对 因为你偏钱太厉害了 对 追不回来 对 北京题彩队的庞东 193的开把 哦 他现在可以 往场上走了 他今天呢 抓举呢 只有一把试举成功 是开把重量158 我们前面介绍庞东呢 这个选手啊 他的停举在以往比赛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那么在2009年的拳议会上是获得了第四名 庞东上一届拳议会当时的停举成绩是195公斤 当然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上一次拳议会啊 优秀选手都跑到了别的级别 对 所以这个级别明显争夺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 没有问题 好的 他比较稳定 刚才我介绍四年前全议会 他当时停举是195 今年上半年的全议会预赛 他的停举也是195 所以今天这个193还是比较正常 第二段是 现在马上出场的是解放军选手黄勇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 他的抓举呢 三次逝举三次成功 是今天16位选手当中成功率最高的 成绩是155公斤 他的停举第一把逝举186 现在加到了193公斤 哎呀 这一身是太可惜了 对 非常可惜 已经成了 意识上这么一松 刚才他是尖先松的 再想撑顶不合就顶不了了 另外对黄勇来讲 想第三次 再试取起这个重量 我认为比第二次难度要大得多 对 稍微松一点 就是左肩吗 左肩 这个时候要顶得住啊 其实就能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对 还是冲起来之后 瞬间觉得 哎 起来了 成了 认为成了 对 可能就有点放松 精神上一松 所以我们经常讲 要坚持要坚持 一直要坚持到这个裁判 给了手势给了灯 才能放下来 我们看黄勇又加了两公斤 那就当 拿这把当成了事 对 但是呢 对 这个186到195的跨度 是9公斤 对 也可以 反正刚才这把我就拿它当成功使 就当成功使 这样的话可以多休息一段时间 现在马上出厂是福建先生 吴长亮 他的抓举今天 因为 只有一把成功 所以说呢 只有156公斤 原来预报的开把重量是 201公斤 这样先稳点吧 对 这个全运会砸锅没有成绩 对选手来讲是一种很重大的打击 对 所以还是稳一点 好 好 这种情况对陆长亮来讲 确实在比赛当中很少接到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接到陆长亮 这个选手的平均还是具备一定实力 并且这个选手是从77公斤级升到了85公斤级来参赛 应该说在77公斤级比赛当中 陆长亮就取过200公斤这样一个重量 这今天上半年的选拔赛他也起来过200 对 所以今天195公斤翻在 其实应该说没翻好 没拉到位 河南的张科第二把也是1995 他今天抓紧成绩排队的第三位 高度差了一点点 但是升级这个时候要全力的向上用力啊 还可以顶得住 对 他这个高度不是说打不到进肩的这个高度 还可以进肩 对 其实刚才就是前腿软了 如果前腿硬顶不下的话可以顶得住 世纪呢对他来讲今天应该说有争夺奖牌的希望 现在目前来看呢 户备选手田涛是一个争夺奖牌的一个有力人选 因为他的抓紧163公斤 停举是200公斤开 好 我先来看一下解放军选手孙伟 第二把195公斤 他的抓紧成绩是155公斤 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是350公斤 所以前面就给大家介绍过 今天很多选手都是高开低走 对 开把重量定得太高了 能够完成第一把的第二把这个重量就有很难度了 哎呀 读查量 第二次试取195公斤 听到陈总教练的声音啊 氣足 架子要硬 拉高 實際這就說這三個環節要注意 氣足呢是憋足的氣 拉高 這要拉到一定高度 哎呦 今天像送的高度啊 不是很利索 送的高度其實有點欠缺 但它還是頂度了 送的不是很果斷 所以高度啊 可以說沒有賦予的那個空間 看來今天對吳常亮來講 很難去振作獎牌了 他的抓舉只有156公斤 目前總攻擊他351 對排在了暫時第二位 那麼現在場上還有4位選手沒有出場 對 九號軍的荒勇 剛才193沒起來 直接上195 我沒聽到教練跟他說 拼了 小夥子 這個選手也很年輕啊 92年出生的 應該說這些選手在訓練當中 肯定舉起這個場上的重量 只不過就是在比賽當中 是否能夠把訓練的水平表現出來 確實沒那個能力 包括槓閃如果他就是連續試駕 我們感覺他這個能力啊 就達不到 對 這樣的話最終停舉成績是186公斤 總停舉成績是186公斤 這也是341公斤 其實黃勇以往在停比賽當中最好成績起來過19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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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第一名 355公斤 這把起來的話360公斤 翻得不錯 超得漂亮 360公斤 這樣的話這個成績比他今年的預賽又提升了12公斤 實際提高的幅度還是比較大 對不曉得 但是他今天這360公斤我們要看現在還沒有出場的這幾位選手的成功率 如果他們都獲得成功的話 那麼張柯也只能排在第四位 對 第五位 只能排在第五位 對現在曹剛是還沒有出場 曹剛馬上要出場 曹剛 196公斤開板 他的抓去成績是160公斤 曹剛原丁也是200開的降下來了 黃中也降了黃中原丁200開現在降到1997開 黃中原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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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樣的總成績是356 暫列第二位 還有兩次試局 我想呢 他第二次这个成绩 一定要突破三百六 我们再看一下 曹刚的体重和张克的体重 做一个比较 曹刚呢 是八十四点五一 张克的体重是八十四点二四 所以说呢 他这个第二把的加重呢 至少要加 超过第二把呢 是五公斤 196应该加到201 201呢 成绩是361 解放军选手 孙伟第三次试局 196公斤 你看刚才195围起来 加一公斤 这把反而显得很轻松 对 他现在总成绩呢 是351 目前是排在第三位 现在四川选手黄宗也要出场了 这次呢 龙望村之达也是先想要一个成绩 对 以往比赛啊 龙岛经常是 这个 他总这么干 先要一个要高的成绩放在那 对 真正该出场的时候 架过来 对 对黄总来讲呢 主要是看他的翻赞 对 因为这位选手整个上挺的过程呢 还是比他的翻赞技术更好一些 在一方的比赛当中呢 应该说黄宗整个上挺这个技术 还是很好 因为他这个上挺的架子比较硬 另外呢 可以下降的这个高度要低一些 这样减少这个向 就是向宋的高度 对 对 看这下收腿太高 对 对 杠零没有完全稳定 我们看庞东呢 加重的也是到了197公斤 他的抓取150磅 这一把上了6公斤 这卡都不小了 对 他起来以后总成绩是357 可以赞在第二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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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个成绩对唐诺来讲 也是在比赛当中 个人的近几年 最好的提取成绩了 我们看到现在广东选手 仲裁要求暂停比赛 刚才仲裁对刚才这一把的 判罚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半斤组的违放 哦 他的左肘是有一点失身 改判为失败了 对 而且刚才方中的一把 不光是左肘 两侧同时都有 现在我们看广东选手 蒋海荣呢 也把自己的预报开把重量200公斤 降了两公斤 198 这也是对的 因为目前呢 他只要和黄宗的 举的总成绩一样 他的体重偏轻 对 所以他的名字要靠前 他俩的体重差0.09公斤 90克 对 因为啊 黄宗呢 首先出场 这样的把千号的 不利优势 现在已经转变过来了 对 现在变成蒋海荣 在后面跟着黄宗举了 没错 关键是你 你砸了一把之后 是 你的成功率就低了 不就可以跟到你后面 对 对对对 送起来 黄宗 打的 成文 这样他的总成绩呢 达到了370公斤 对 战略第一位 370 这个重量放到去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可以拿一个第六名 对 第七名 第七名 第六名的成绩是372 对 但是呢 黄宗的场上还有一次试剧 所以我们前面预测了 今天应该说在375到380 之间就可以多挂了 对 云南的余震江 哇 他这三把跨度够大 186 19 197 9公斤 诶 1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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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这位选手整个加局呢 成绩一点偏低 才只有151公斤 对 上半年他只举起了191公斤 今天完成197 这一年今天应该说也很高兴 对 在结束以后呢 向场上的观众表示致意 实际呢 这位选手的最好名次 也只能达到第10名 在16位选手当中排在第10 对 因为他的抓局啊 确实有点偏低 只有151 总分级是348 现在暂列第8名 但是呢 因为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 现在杠林重量197 庞东的第三把 应该说今天庞东呢 在抓局的比赛当中 也被判罚了一次 对 那把判罚是当时他抓局的第二把 对 直接导致第三把也没起来 对 所以说呢 如果算作两把成功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成绩 全力向上 送的高度够了 可能这个趋身动作就会出现 对 好的 中原再好 送起来之后啊 一直没有稳定住 对 这样的话 庞东也结束了比赛 这种是抓局158 停局193 总成绩351 实际少了8公斤的成绩 至少8公斤 因为在抓局比赛当中 162被判为失败 对 在停局比赛当中 197也判为失败一把 这两把的都是4公斤 加在一起是8公斤 蒋海荣出场 198 也是降低两公斤开把 他现在是压着黄中的那个197 对 江海荣也是一样下蹲踢的选手呢 全力向上速 哎呀 很轻松啊 还是挺轻松的 对 这时候就很主动了 对 我就那么压着你 压着你一公斤 我们看黄中的 加到了205公斤 嗯 因为黄中这时候就是 我必须就是要要一个很高的重量 嗯 逼着你 蒋海荣看你怎么选择你的第二把 嗯 但是呢 这首先要看实力 对 如果这个时候 蒋海荣 所以我要加到也是205 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战术 这个要重量的战术就存在着风险 嗯 我要一个很高的重量 逼着你先举 但是最后把你逼折了 我也举不起来怎么办 对啊 所以还得是你自己靠自己的实力说话 实际这个时候 我叫我是蒋海荣 也要加到 至少让你先出场 对 我也要205让你先出场 如果不然的话 你举起这个重量 我举不起来 我就我输给你了 对 当然蒋海荣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 我们看到蒋海荣 湖北的田涛 驾到了203 好像是 这应该是一个暂时的先放在这 嗯 田涛是一直没有更改自己的开把重量 对 200公斤的开把 他的抓紧成绩是163 实际上呢 他举起来以后呢 就已经吻过85公斤的一枚奖牌 对 哦 曹刚还有两把没举呢 哦 曹刚也是对 对 这个动作也是介于下蹲挺的半挺之间啊 对 实际其实还是叫半挺 还是叫半挺 对 但是比半挺要深一点 对 哦 对曹刚还有 但是从场上这个第一次试举来看 田涛的挺举可能优势更明显一些 原来他抓举呢 比曹刚要多手三公斤 不过场上 场上还有如常亮 现在呢 加到了200公斤 但是呢 他的抓举只有156公斤 就是及时起来呢 那短成绩 也才只有356公斤 就是说已经 失去了对奖牌的争夺 对 对 我们说的 新闻的我要审压 可以 要求好啊 我把这队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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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下 你把这队打的 我把这队打的 那是队打的 哦,成功了,嗯,漂亮 这样的话,陆长亮今天也是不错啊,六把成了四把 对,就是很遗憾呢,在停止的第一把,因为拉得不到位,脱零了,所以没有成绩,第一把 这样的话总成绩356,目前暂时排在第五位 嗯,现在我们主要看看这前四位选手的争夺情况 现在呢,曹刚第二把加到了201,他的抓距是160,那么即使起来呢,是361公斤 我们刚才361公斤,依然是排在第四位 对,第四 现在蒋海荣是排在第一位,是300 蒋海荣跟房东都是370 都是370,对,都是370,现在是 田涛是363 先来看一下曹刚这一把,201 发战消耗比较大 很薄的,但是上手还真不错 对,那么现在场上呢,四位选手,有两位选手都是于杰教练带的 田涛和曹刚 这一把起来之后,曹刚现在的总成绩是达到了361,他在第四位 对 就看最后一把怎么要吧,要了以后能不能往那个 现在我想田涛啊 现在田涛加到了,第二把加到了210公斤呢 火 所以这个成绩呢,也是370 因为他的体重是最轻的 他最轻,对 今天田涛的体重呢,他只有82.90 对 这也就是说,田涛在整个比赛的之前根本不需要降体重 对 所以现在呢,我想对蒋海荣和黄东来讲,依然后面还有田涛 对,有威胁 是紧跟补放,因为田涛现在也是目前是排在第三位 对 几个选手现在的这每一把都是要算得很清楚 看着谁去 哦,现在蒋海荣是要到了203 203起来的话,就是 375 对,375 375这个成绩这几年也,也是 见得不多了 对 这个成绩呢,也是上一届全英会陆勇的最后夺冠成绩 对 375 像去年的冠军赛,冠军张华松的成绩只有365 一定要确保成功 哎呦,这次下 真的很深的 哎呀 哦,非常的漂亮 这个让我们感到也替他这个 灭了一把汗 灭了一把汗 也很紧张 这个375这个成绩,这也是去年轮道一会选拔赛场录游当时的夺冠成绩 他应该是可以降,哦,降不回来了 降不回来了 嗯 不过现在蒋海荣的场上还有一把试举,我们看蒋海荣只加了一公斤205 对 战术 他具有双双双变性 是 哦,这次黄金翻战比他的第一把,翻战要好 哦,还是稍微急了一点 再等一等 因为他这次翻战确实比他太把纵了195 这样的话,实际上加海荣这个冠军已经是稳稳的到手了 不是,还有田涛 哦,对,还有田涛 对,现在田涛一定要加到 田涛还有两把,加海荣还有一把 对 现在田涛直接加到213 因为田涛现在已经稳惑一位同牌了 是排在第三位 田涛呢,还有两次试局呢 所以田涛还有机会冲一下筋 对 那么现在呢,对蒋海荣来讲呢 就是说,我不断地增加我的成绩 在增加对田涛的难度 没错 因为对蒋海荣来讲 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会加到214或215了 没那个必要 蒋海荣现在就要到了2.5 加了两公斤 对,加两公斤 我们已经介绍了 这是1980年出色的老将 对 现在已经是当了爸爸了 在去年的比赛当中的时候 喜获儿子 第四届全院会啊 对 我们也真心期待这个老将 能够用一种非常完美的方式 结束他的运动生涯 全云之旅 对 哎呀,这次范荡还是比较吃力的 送的时候要全力向上 上送的高度不够 对 那么我想这个时候田涛呢 会把重量降回来 也不用降了 现在我们这个蒋海荣的成绩是375排在第一位 对 黄宗呢是370排在第二位 田涛呢是363排在第三位 如果田涛加到213起来以后呢 总成绩将达到376 哦,他现在不用加到这 因为212就可以啊 他加到212就可以 不需要要213 对啊 因为他的体重最轻 对 但是,哦,不改了 他这个不改了 哎呦,没有改啊 不改了 就213了 因为他这个完全可以降到212 因为场上没有变化 这个时候规则是允许他可以再降一攻击 嗯,不降了 而且呢田涛还有两次的试试 对 哦,也许他 已经两次更改重量的机会使用完了 他原来预报的是211 后来213 嗯 就场上给一年公开重量的机会只有两次 加油 这个成绩啊 好多年没见过 哦,现在前套翻站起来了 翻得相当轻松啊 对 看他上送 哎呦 没有 刚刚还有一把的机会 对 我想这个时候在后场啊 这蒋海荣是最紧张的 对 蒋海荣是第四届全约会啊 但是前三届从来没有收获过金牌 我想呢 田涛每一把试剧都牵动了 蒋海荣的他本人 包括他的教练 甚至我想这个时候 蒋海荣的家人 可能都在电视机前 密切关注着场上的变化 这田涛是1994年出生的选手 跟蒋海荣相差了14岁 现在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 现在呢 随着利用水平的成绩下降啊 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呢 就是这些年轻选手 怎么能够把水平和成绩提高上来 对 其中 湖北的田涛 是国家举动队的一个 重要的人选之一 因为这个选手啊 在前面呢 在2012年 以前呢 都是参加77公里级的比赛 他这是2013年才升到 升到了 这个85公斤 并且这位选手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对 现在进行回到 蒋海荣 将你讲的这一位老将 连续参加了四届全员会 应该说四届全员会呢 上一届是获得了第二名 不过今天蒋海荣呢 整个场上的表现呢 还是可圈 对 非常不错 对 总成绩达到了300人 375 375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田涛 那么375 这个成绩呢 是在2012年的 雷雷二阵上 可以排到第四位 对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级别当中啊 又看到的一个希望之星 是这样 因为今天的田涛啊 整个抓局发挥的不是太理想 只有一把 成功 163 哎呦 没有了 这样的话老将蒋海荣夺冠了 第四届全员会 33岁的老将蒋海荣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全员冠军的梦想 应该说用这样一种非常完美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全员会争成 当然我们也希望小将田涛啊 在今后的比赛当中能有更加优秀的表现 能够成为继路友之后 我们在这个级别当中的又一个希望之星 对 能够参当起在国际大赛当中 冲进夺赢的中任 蒋海荣哭了 真是幸福的眼泪啊 第四届全员会 对 真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一再地强调 举重这种体能项目能够参加四届全员会 是相当难得的 对 当年的春文华 也是四届全员会 是 我们现在看了蒋海荣啊 多怪以后呢 应该说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对 再次向蒋海荣表示祝贺 好观众朋友 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就为您转报到这里 是由周英杰庞高兴结束评论的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